建道 修道 不如理 不如法 等到心中有一个明明白白的理解了 你才能在修道中 遇到任何问题 不深退转心 要能见到 也就是说 你能看得到自己修心的这条道路 就是要能够彻底明白 你到底自己的修心彻不彻底 不是单单从道理上去认识完善的理论知识 有些人刚学一点理论知识 很快能通 但是一碰到挫折 马上不经济就退转了 这就是建道不彻底 还有一些人修了很多年 有点见到 但是没有进入修道阶段 所以有些东西看得破 但是放不下 人道本身不圆满 人道本身不圆满 坐拥金山都不安 一身白忙 白辛苦 快快学佛 才开悟 见到佛性容易 但是 真正要修道佛性 就难 举个例子 你今天要去参加一场法会 你很容易想象到 开法会的情景 可以见到很多佛友 所有人在做功德 你都能见到 你见到了 知道开法会 做功德 但是 当你真正在烈日下 做义工 帮人家撑伞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耐心 因为 你只是见到 但是没有修到 你懂这些道理 但是 不一定做得到 有比方 你要开长途汽车 到墨尔本 去和佛友分享 你一想到 见到那么多佛友 跟他们一起 做功德的时候 相当发喜 但是 当你在开八小时 车程的路上 你会累 会渴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要花 那么长时间 我在家 看视频分享 多好 如果你只是见到 觉得佛法 能使我解脱 但没有去行道 修道 你可能会退转 你在修行见到时 如果要想自己 不出偏差 要想修得圆满 有一个方法 就是 要找到一个 值得信赖的师傅 尊师重道 一路跟随 人生常态 就是苦 四圣地中 称苦地 世人都会 吃大苦 苦到临终 方觉悟 修行 有五个次地 资良道 家行道 见道 开悟道 修道 正道 简单地讲 就是资良道 首先要累积福德和功德 然后才能够去见道 去修道 家行道 就是自己去行 去做 去修行 然后你可以 修行修出效果 你才能见道 但是 见道 并不等于开悟 见道之后 会知道很多的因缘果报 明白很多人生的道理和天理 那你就慢慢进入到了开悟道 等到你开悟了 你就明白 为什么大家要做菩萨 为什么大家要做佛 为什么要信佛 为什么要慈悲 等到你证实了 这些道存在 并且在你的心中 你能够彻底明白 那你就等于修行 在循序渐进 在师父的指导下 你会慢慢地 越来越开悟 你会越修 越灵验 然后 最后功德圆满 性戒升华 人 总是在快乐的时候 忘记了 去想一想 自己以后会悲伤的事 犹如 当人身体好的时候 谁都不会去想 以后万一身体不好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 人会轮回的根源 人要学会知足 不能生活在幸福中 还不感觉到幸福 在失误中 才知道错误的人 是个不觉者 修行改命 改运程 吃苦宵夜 法传承 人间名利 全部杂 转帆成圣 成菩萨 都是个不正的事 然后再继续 感谢观看